而六十的暗山金正花季 除了市民生用水的问题 乡代表林梦柔则直询上山的交通 在以现有的产业道路之外 林梦柔建议乡公所将早期 从新兴村上山的伐木古道 重新修复整顿 营造如佐西乡瓦拉米步道般的 践行步道来吸引游客 前来登山游玩 乡长陈荣聪乐见其成的表示 将会全力争取推动 提升地方的观光油气产业 要上富里乡六十代山 金正花园区赏花游玩 除了现有的产业道路之外 乡代表林梦柔在定期大会 咨询提出若可行 其实民众也可以利用 早期拔木之用的古道 登山渐行到园区赏花 旧的便道走到山上 大概二十三十分钟 走路哦 它算是比较走没错 可是它是比较洁净的 可以直接到六十时山 那这部分的话 我们是不是有可能吸引一些 登山客的族群 进到我们的处理下来 像是这样 如果真的这个步道可以成型的话 是不是可以跟娃娜米步道 做一个结合 林梦柔进一步指出 早期山上交通不发达 伐木业者就在新兴村设置流龙 在运木头下山 而当时也从新兴村 前东树土地公庙 辟设上山伐木的步道 相当具有在地产业 人文历史的古道 林梦柔强烈建议 湘工所能够重新附阵 开拓六十淡山 竞争花季之外 新的游戏景点 上任以来也曾经亲自踏查 这条六十淡山伐木古道的 乡长陈荣聪 也乐见其成的表示 包括了县长许正卫 县议员黄玲兰也都相当支持 因此也将带领公所团队好好规划 积极向上级单位争取推动 希望未来能够带动 复理乡登山践行的旅游产业 记者石玉兰复理采访播导 优优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